大家好,我是嗓嗓嗓性感,上路一点不闯,偶尔开个小车,驾照从不挂克的嘟嘟,这是我的第十七个视频,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韩国电影《向日葵》。 电影讲述了一个昔日的黑帮老大,因为年轻时酒后杀人被捕入狱,出狱后痛海前飞,重新做人,却被关黑勾结,逼得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出手杀掉幕后黑手的故事。 男主角太直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笨拙的男人,你听这名,太直,就是说他太爷们儿,一点也不弯,所以年轻时候出手那是一个心狠手辣,招招毙命,尤其是喝了酒以后,更像是疯狗一样。 这是他刚刚醒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笔记本上记录着他出去以后打算做的所有事情,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下车后他静止来到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的老板娘叫湘日葵,因为几年前太直进监狱的时候,这家餐厅门前有一大片湘日葵,太直是老板娘的干儿子,两人关系我们后面慢慢捋清。 太直来的时候正赶上老板娘不在,所以他暂时去完成另外一个心愿,公共澡堂洗澡。 太直第一次见这种磁力钥匙,所以好奇地一直玩。 没想到却惹倒了管理员,管理员过来把他骂了一顿。 等他再走过去的时候,却看到太直身上纹满了纹身。 这里要普及一下,在那个年代的韩国,普通人是没有私隔纹身的。 黑道上纹身的面积都是根据资历排行来的,纹身面积越大,代表黑道地位越高。 像太直这种能够纹满全身的几乎都知道是黑道老大级别的人物,所以澡堂管理员直接被吓得差点养过去。 这个正在小弟面前耀武扬威的是以前太直的小弟阿创。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庄大哥,见了太直立马变成了小奶狗,夹起了尾巴。 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小弟阿姬,两人曾经是太直的左膀右臂,太直说一,他们不敢说二。 在太直入狱的这十年时间里,两个小弟都混得人墨狗样。 但太直这次来只是想打个招呼,并没打算继续和他们浪荡。 但江湖怎么可能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太直没打算跟他们要回地盘,但他们心里明白得很,只要太直在这里一天,他们的地位就会分分钟受到威胁。 跟昔日的好友打过一圈招呼,太直又回到了那家餐厅。 老板娘一见该儿子,那肯定积压鱼额猪马牛羊能吃的肉那是都给安排上呀。 吃的太直差点噎死,在监狱里都没死,出来如果被噎死了那不成笑话了。 这个漂亮的小姐姐阿猪是老板娘的亲女儿,她并不讨厌太直,但却表现得非常看不惯这个凭空冒出来的哥哥,处处难为她。 这个正在拉选票的人是这个地区的负责人赵鹏叔。 我发现啊,这电影里姓赵子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先有赵鹏叔关黑勾结,避量为常。 这个赵鹏叔那可不是一般的黑,这不刚刚和菜市场的鱼饭们和颜悦色的,上了车就变了一副嘴脸。 因为打算彻底和过去的生活说拜拜,太直来医院打算让医生帮自己把纹身抹掉。 小护士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哥级的人物,但要除掉这么大面积的纹身需要很多钱,但现在的太直还是个零产阶级穷光蛋。 老板娘和赵鹏叔十年前就认识,因为餐厅门前的那片向日葵田就是被赵鹏叔从老板娘儿子的手里骗走的。 他要在这个地方建商场,而现在整块地只有餐厅还像个钉字户一样,让赵鹏叔的发财大忌无法可施。 所以餐厅隔三差五就会受到黑道的关照,时间前老板娘有个亲儿子叫崔多培,这个多培是赔钱赔地最后连命都赔上了。 那时候的太直是这一代的老大,自打太直辍学进入社会以后,多培的地盘就一点点全被太直抢走了。 所以多培叫了几个小兄弟想教训教训太直。 没想到喝酒后的太直这么生猛,连续打晕几个以后一刀刺进了多培的胸膛,杀人以后的太直就进了监狱,后来就出现了赵鹏叔,所以这十多年一直都是赵鹏叔只手遮天,他并不知道十年前的太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初期后的太直想上大学学习英语,在小妹子学校里正好遇到了教他们微积分的老师,这个老师正巧是太直学生时期的暧昧女友,去监狱探望过几次但都被太直拒绝了,因为太直心里明白自己和大学老师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 放学后两人正在路边吃烤冷面,好小不小的正被校园小混混看到,这个小混混喜欢阿猪,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 所以把太直一顿胖揍,但身经百战的太直朝朝抵挡住了混混的拳脚,唯独不肯还手,因为他的笔记本上清楚地写着不再打架,不再喝酒。 几个小年轻不小心撕破了太直的衣服,我发现他们这不是想打太直啊,而是想猥亵他,不然怎么可能撕衣服呢? 几个小混混看到太直的纹身也是一样的表情,感觉自己摊上大事了,这他们是打了个黑帮老大呀。 为了得到叶总会的经营权,阿创和阿鸡争抢着要向赵鹏珠表示忠心,所以阿创承诺要帮他解决掉丁度户向日葵大妈的餐厅,但他并不知道这间餐厅竟然会和太直有关系。 老板娘之所以不恨太直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反而会认他为干儿子,大概就是因为多陪对他这个当妈的一直拳脚相向。 这天阿创召集了一帮小弟来到了餐厅,刚开始打杂的时候没想到太直正在里面吃面,刚刚还药物洋味的阿创被太直直接锁喉,店没达成自己还差点丢了小命,这黑道老二混得也真是够背的。 太直一心想把英语学好,所以整天抱着他那本牛津高阶词典,阿创偶然发现了他那个颇旧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老板娘去监狱探视的时候送给他的,从那以后在监狱难挨的时候,太直就会拿出来看看把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记在上面。 阿创还发现上面写着一个愿望,要亲他亲到缺氧,看了太直对这个妹妹也是喜爱有加,虽然太直打算就这样平淡过一生,但赵鹏叔并不打算放过他。 他的司机曾经和太直有过交情,所以专门过来提醒,想让太直一家离开这个镇子,否则不知道赵鹏叔那个心狠手辣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情。 后来为了完成自己的承诺,趁着太直不在,阿创一会儿人把餐厅砸了个稀巴烂,阿创跑到修车场叫来了太直,太直找到正在喝酒庆祝的阿创,他知道这些都是赵鹏叔指使的,所以并没为难阿创,太直委婉地警告了赵鹏叔不要让自己打破不再打架的誓言。 这只手遮天的赵鹏叔杀兽受过这种威胁,所以俩人的梁子算是结伤。 他们叫了一群不知名的小混混本打算殴打激怒太直,让他再进监狱,但没想到不管怎么打,太直都不还手。 眼看太直和自己餐厅总被这么骚扰也不是个办法,所以老板娘使出了杀手键,他把当年儿子的日记复印了一份,日记里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赵鹏叔的罪行。 只要有这个污点在,赵鹏叔就别想安安稳稳地当上议员。 所以赵鹏叔拍那个学校里一直喜欢阿猪的小混混,在过马路的时候捶晕了阿猪。 但这仍然没能激怒太直,他来夜总会找到老赵,告诉他自己会和家人卖掉餐厅,然后一起离开这个镇子。 但老赵要不说是个很绝呢,他让手下挑战太直的一根手筋,以免留下后患,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司机竟然出卖了司机,只是做了做样子并没真废掉太直的手臂。 太直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但很明显他还是太直太天真了。 赵鹏叔让阿猪潜入家中杀死了老板娘,找到了那本对他巨大威胁的日记。 眼看自己出去后珍惜的生活被人一点点毁掉,太直终于算是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你不爆发就要任人宰割,喝得最醺醺的太直竟是来到了夜总会,让那个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的司机先行离开,然后就开打了。 那喝酒以后的太直就是因为能打人送外号崩狗。 对手不倒下,自己就是拼了命也会站到最后,最恐怖的是他不仅能打,而且还抗揍。 太直就这样接受了自己曾经两个小弟的生命,最后轮到了万恶的赵公子。 赵公子走投无路,但最后也只能过过嘴瘾。 多行不义,必自毙。 赵公子归西了,太直杀了这么多人,面临的要么是自杀,要么就是遥遥无弃的监禁,甚至是死刑。 后来阿猪醒了过来,当上了大学老师,也会时常以笔记的形式回忆关于太直热,点点滴滴。 好了,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嘟嘟,我们下期再见。